我听说你社交面好像特别广 我社交面 我社交面就是特别广 哎呀 太好了 你回来我就特别开心 来来来 我跟多少明星大腕的都是好朋友 是吗 我刚跟谢霆锋拜了把兄弟 谢霆锋你认识吗 哎呀 太了不起了 人家跟谢霆锋拜把兄弟 对了 我就没有这么大牌的朋友 我就之前认了一个大哥呀 叫谢贤 我这大哥呢 好像还有一个儿子 叫谢 小 风 谢谢你提醒 就是这个名 我刚说跟谢霆锋拜把兄弟 你就认他爸爸当大哥 那咱俩这辈分怎么算呀 算什么算的 我这个人对辈分 一点都不讲究 带侄子 您这算的就够快的了 好好聊啊 我是真不如您的 我身体不好 我现在睡眠质量特别差 哎 你睡眠怎么样 好好 特别好 我我我沾枕头就着 躺在床上一夜都不带翻身挡 嘿 我就羡慕人家这样的 你看人家往炕上一躺 嘿 跟死了一样 对了 怎么说话呢 我不如您呢 我呀 睡眠质量低 浅睡眠爱做梦 我分析呀 我为什么睡眠质量低呢 为什么呀 可能是由于我爱好不够广泛造成的 我 我叫爱好广泛 我特别喜欢极油 我们家收集的油票啊 那好几十套 好几十吨 坏了 极油我是一点都不懂啊 我教你啊 油票啊 是十七世纪中叶的产物 我们管此类的收藏呢 都叫当代艺术品 哎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 什么叫当代艺术品呢 谁理你了 不是 我替你普及下知识 我惊得着你替我普及下 好 这朋友们我发现了 我一上台我就吃着亏呢 我明白他这套路了 这每回啊 都是他问完问题我回答 这回啊 我先问 让他回答 明宇 哎 你说咱俩这么好的关系 你当着大伙面光说叫明宇 多生分呢 那我应该叫你 叫李老师就行 李老师 李老师 这多亲切 说吧 您看 您都不如我这么半天了 我是不是就象征性的 不如您一会儿啊 不合适 问呢 哦 那我问了啊 喂 你媳妇怎么样 我媳妇啊 是个女的 这我就不如您了 我媳妇啊 快跟大伙说说 也是女的 好巧啊 你爸爸怎么样 我爸爸活着呢 这我就不如您了 我爸爸 哟 他也活着呢 不是好像你爸爸活着 你不是很开心是吗 李苗云你这么聊天可没意思啊 我跟你说仗心 要说我不如你的这儿太多了 我刚才粗略地算一下啊 最少有68个地儿我不如你 不着急 还有时间 咱们一个一个比啊 行 从一上台到现在 你嘴里边处处不如我 实际上呢 哪哪都在攀比 可你比的都是什么呀 比家庭 比背景 比金钱 比物质 我们是个喜剧人 创作是中心任务 作品才是立身之本 我们就应该踏踏实实静下心来 拿最好的作品回馈给大家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说得真好 我受教育了 听您的 从此时此刻开始 李明宇跟谁都不比了 这就对了 所以现在呢 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 学徒李明宇 说话呀 赵云鲜 下台鞠躬 他俩真的是太可爱了 在舞台上那种 小萌哒的那种状态 那种小天真小自我 我喜欢他们的表演 李宇啊 给大家带来一段 非常搞笑的相声 也非常纯粹的一段相声 来给介绍一下搭档 搭档赵迎新 大家好 非常好啊 两个人真的特别腻乎 这行话是不是叫腻乎 行话您会的比我还多呢 好 那我们请搭档 先下台站坐休息 好 来 辛苦了 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知道了明宇呢 曾经在第二季欢乐喜剧人呢 过来踢过馆 时隔三年 为什么想到又来到我们 寻找喜剧人这个舞台 来跟大伙说说 第二季是来踢过馆 来踢过馆呢 留下了很多的遗憾 什么遗憾 都播完了 就没进去呗 就是 所以说 作为喜剧演员 这是一个我们梦想的舞台 对 是每一个喜剧演员 都希望把自己的喜剧理念 和自己的作品 展现的一个舞台 让更多的观众认可 让更多的观众喜欢 所以呢 到了这一季 我觉得 有必要 再带着自己的老本行 来弥补一下 之前的遗憾 说得好啊